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89集 若干年后,我可以自豪地和我后人去说 老夫白小纯一生曲折 灵溪宗里养过瘦,血溪宗里练过丹 白小纯颇为自得,觉得如自己这样努力 以后若不成为最伟大的钥匙 练不出长生不老丹,那么就太不公平了 不过,我也得小心一些 这里毕竟不是灵溪宗,此地人都凶残 若是我炼药石把他们招惹了 估计不会扔石头,而直接扔法宝了 白小纯一想到这里,内心颤了几下 又迟疑起来 半伤后,他一咬牙,眼中露出果断 哼,我是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钥匙的男人 更是要成生永哉 岂能因为区区血溪宗这些阻碍,就放弃炼丹呢 来吧,我白小纯的要道之路,谁也不怕 白小纯看起来神色阴沉冷酷 可面具下真正的面孔,此刻是咬牙切齿,一幅豁出去的样子 他不愿意在这里太久 看着尸体,他心里难以产生丝毫的兴趣 此刻所想,就是依靠灵妖,减少时间 尽快完成这个任务,赶紧的离开尸丰 不就是让尸体长出白毛吗?多简单呢?我只要练出能长毛的香药,那不就解决了呢? 白小纯拿出任务预解,仔细的研究 最后黑黑一笑 这预解的任务要求,点出的重点就是尸体长出白毛 毕竟在血系宗内,长出白毛的尸体就是白浆 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从来没有出现过 反品的僵尸,也能长出白毛的事情 白小纯摸了摸下巴,看着水潭内的血水 又看了看那具尸体,潘西坐在一旁 脑海里开始琢磨药方 这尸体,显然难以用弹药解决 需要的是香药,燃烧后散出的烟雾 融入尸体内,使之融合,加速进化 输日后,白小纯猛的抬头,眼内又泛红 他起身在这尸洞内走来走去 脑海里一个又一个念头不断的升起 逐渐的组合后,有的被他扔掉 有的被他重点去推演 甚至还问询假业脏关于血溪宗的烈药材料 倒也发现了不少灵溪宗没记录之物 更是用业脏不多的贡献点 崴出换取了几份 在换取这些只有血溪宗特有的药草时 白小纯发现,这些药草的价格都偏低 似乎血溪宗也在鼓励弟子去炼药 可显然效果并不好 对于每天处于提防与争斗的血溪宗弟子而言 炼药耗费精力与时间 更耗费资源 有这个功夫不如去抢了 又过去了七天 在白小纯的研究之下 他结合灵溪宗与血溪宗的药草 终于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特殊的药方 这个药方的作用只有一个 可以长毛 那白小纯想法也很简单 不管这尸体强弱 反正任务的要求就是长出白毛 至于长出后这尸体是否强悍 此事不在白小纯的口律范围之内 又用了两天时间 在脑海里将丹方完善 直至这一天夜晚 白小纯双眼目然开合 那眼睛是红的更甚 可他的精神却很振奋 取出丹药 又取出血溪宗炼丹时需要的火精 开始在这尸洞内炼至三接香药 很快的就过去了两个月 在其他人炼尸都缓慢的进化时 白小纯的炼尸从始至终都没有变化 一动不动 白小纯也没去关注 全身心的沉浸在炼药中 而且这血溪宗弟子之间很少沟通 白小纯在这尸洞内两个多月 从来没一个人进来 他也觉得很好 只是炼制这三接香药多次失败 每次失败 白小纯都会总结一番再次炼制 时而有轰鸣声传出 好在白小纯如今的药道造诣 在炼制三接灵药时 已做到了游刃有余 虽然失败 可声响却不是很大 也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变化 终于又过去了三天 白小纯激动的一排丹炉 哄的一声 丹炉开启 里面有手掌大小的黑色香块 被他一点点的抠出 拿在手中时 看了一眼神色渐渐的迟疑 这香块漆黑 没有任何药香散出 看起来很不起眼 白小纯挠了挠头 随着一次次的微调单方 如今虽成功炼出 可白小纯也不知道 自己炼制的到底是个什么香药了 应该可以用吧 毕竟我加了很多的半石花进去 还有一些腐根草 这些可都是促进尸体晋升的药草啊 白小纯 看了看手中的香块 又瞄了眼血潭内的尸体 若是换了在灵系中 他不敢尝试 可如今一具尸体 白小纯觉得自己不需要考虑太多 一定可以用 白小纯深吸口气 双手一搓 体内灵力直接散出 融入香块内 化作无形之火 刹那燃烧时 这香块被白小纯赶紧一抛 扔到了尸体的身上 看着香块快速的融化 侍奉出浓郁的烟雾 将这尸体连同水潭都笼罩后 白小纯连忙跑了出去 他可不敢留在这里 万一不小心吸了一口香药 白小纯担心会出大事 在外面溜达了一整天 白小纯琢磨着应该差不多了 这才趁着夜色 小心翼翼的回到尸洞 很谨慎的 慢慢前行 直至确定了没有烟雾后 这才放心的走了进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一看之下 水潭上的烟雾也消失了 潭水曾经是红色的 可现在却淡了一些 而躺在潭水中的那具尸体 此刻身体上竟长出了一根根 红毛 白小纯身上全身杀气顿时翻滚似要战起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白小纯头皮一炸赶紧后退 右手迅速取出操控这尸体的预解 一把捏住时 这红毛僵尸才慢慢的平静下来 好半日上 白小纯确定无碍 这才又重新靠近 看着僵尸身上的红毛 他愁眉苦脸 哀声叹气 徐小山的介绍里 有白毛 有黑毛 可没说有红毛呀 红毛算什么呢 白小纯有些头痛 一咬牙 没事 一定是我的药方有些问题 我修改一下 让这僵尸的毛变成白色 白小纯不甘心 盘膝坐下后 再次冥思苦想 数日后 他神色疲惫更多 但却一拍大腿 是这潭水的问题 他变淡了 那些红色都跑到了僵尸身上 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于是赶紧开炉 再次炼丹 这一次 他改变了丹方 又加入了不少药草 不但炼制出了香药 还炼制出了一枚丹药 数日后成功 他带着振奋于七代 先将丹药扔在了血潭内 丹药入坛 立刻被淹没 紧接着 整个潭水居然沸腾起来 出现了无数的骨包 不断翻滚尸 白小纯又把香药扔出 落在了红毛僵尸上 这一次 他没离开尸洞 而是退后了一些 睁大了眼 仔细观看 很快的 烟雾覆盖了潭水四周 慢慢的 有一声闷闷的咆哮 从这雾气内传出 白小纯听得是心惊肉跳 这咆哮不像是人发出的 更像是某种厉鬼凶杀 生意竟可以穿透心神 直落灵魂 数个时辰后 雾气渐渐吸波时 白小纯紧张 目不转睛 变成白毛 变 变 你给我变呢 就在白小纯这呐喊时 雾气完全散去 他赶紧跑过去 只是一眼 整个人就傻眼了 紫毛 水潭内的僵尸 全身毛发的确是改了 不再是红色 而是变成了紫色 身上煞气更浓 水潭的水 直接少了大半 此刻正慢慢的从四周的边缘 涌入新的血水 而更惊人的是 是这僵尸身上的紫毛 居然都有三寸多长 比之前的红毛长了数倍 而且这僵尸的双手 居然长出了长长的指甲 这什么玩意儿啊 白小纯睁大了眼 觉得自己这僵尸似乎变异了 很厉害的样子 可不确定 于是问贾业葬 贾业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从没见过这样的僵尸啊 白小纯迟疑了一下 有心去找徐小山过来看看 可以想到 自己以前炼丹 经常出现怪丹 此刻神色一变 不会是香药 也出了怪香吧 想起当日灵犀宗内漫山遍野众多奇葩的小动物 白小纯内心颤了一下 一定可以变成白毛 他深吸口气 咬牙再次炼制 很快的 随着白小纯一次又一次的炼香 这僵尸的毛发从紫色变成了粉色 又从粉色变成了橙色 最后则变成了蓝色 可就是没有白色 那些毛发随着变化 也逐渐的生长 最终成为蓝色时 毛发已到了足有一尺多长 与此同时 这僵尸身上的煞气也越来越浓 不但指甲更锋利 甚至两颗森森的尖牙都刺了出来 全身皮肤也随着毛发的颜色而改变 至于水潭的特殊血水 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干枯后 被自行怪入 半年的时间 这僵尸完全变了模样 白小纯站在水潭旁 呆呆的看着僵尸 半晌后 他神色扭曲 整个人狂躁起来 我就不信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